第24题,解不等式三分之二X加1,小于等于九分之二X加上三分之一,得其解的范围是多少?就是要来解这个一元一次不等式。 为了要方便计算起见,我们首先先把两边都乘以九,乘以九是不会改变它的大小的,这个不等式只有在乘或除一个负数的时候,才需要变号,那其他情况是跟等式差不多,两边都乘以九,不用变号,第一个乘以九,变成6X。 三一三三三三六六六X加上九,小于等于这边乘以九,二X,三分之一乘以九,剩下三,那接下来就比较简单哦,把二X呢,移到左边,把这个加九移到右边,整个式子就变成六X减二X,小于等于三减九,四X小于等于负六, 再把四除过去,四除过去也是不用变号,因为四是一个正数,并不是一个负数。 整理一下,X小于等于负二分之三。 答案选C,这个选项。 答案选C. 仍然是aper掌? 答案选C. 答案选C.